反正就蹭嘛 你就盡量蹭吧 我就蹭到看你翻車的時候 要跟大家怎麼解釋喔 另外就是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選立委之前 各黨都說怎麼樣我們要國會改革 我們要一個新國會選我就對了 所以現在呢國會改革真的要開始改革了 每個政黨都有提出自己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版本啦 那藍白是合作提了一個版本 今天就在司法這個法治委員會 所以上面要逐條審查 今天的趙偉是吳宗憲我們的憲哥 常常在線上面對面的 有機會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 那今天呢因為要逐條審查 所以就必須要怎麼樣 全力動員嘛又要假動 這次還好這個柯總召他沒有假的動 他真的來了 來了之後意見很多啦話很多啦 一直程序發言程序發言 就是不給去好好的怎麼樣逐條審查 總共四大一敵要交鋒 包括國情報告 好國會調查權 藐視國會是不是會有罪 對不起我要輕一點 剛剛有網友說 帆川姊姊你冷靜一下 因為這個電視牆很脆弱 我注意謝謝你 好還有就是強化同意權的部分 好柯總召呢他就說 藍營要賴清得到立法院急問急答 這是違憲違憲違憲 好這個是對對國民黨是傷害 全國人民都在看會引起民意的反撲 請問一下讓賴清得到立法院急問急答 你會反撲嗎 你會覺得說這個看了之後 你覺得會傷害到國民黨嗎 我連結不起來 我連連看沒有那麼厲害啦 然後呢柯建民的臉書也開栓了 他說韓國瑜領導的國會議事人員 是否螺絲都散啊 30年前不來 30年來 畢竟人家柯總知道在立法院大概30年 不會發生的事情一直連續發生 韓國瑜你要反攻自省鎖緊螺絲 這是為了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 下個星期五不是 藍綠兜夾其動員要去投票嗎 好那在投票的時候就發現了 有一位委員 他人不在現場 其實他真的不在現場啦 然後呢但是他有投票 那他今天就有現身還原 就是說其實可能是認錯人了 因為他可能這個議事人員 不太認得他的臉 那這個國民黨團書記長洪孟凱就說 民進黨團這個會議的口頭禪 就是違法違憲 但是別忘了你們賴清德曾經說 中華民國的憲法就是災難 所以現在愛死憲法 每天抱著憲法睡覺的是 民進黨的立委囉 這也是民進黨的伎倆 針對國會改革 過去民進黨 你都提過類似的主張啊 是又多忘記了嗎 我就講嘛 民進黨的人記性不好 執政的時候就翻臉 不認人了 所以呢怎麼樣 酸這個民進黨 你就是輸不起啦 你現在在國會就是 小我們這個這麼幾席 但是你就是輸不起 好這個 另外呢 羅志強今天一大早 這個強哥也PO文了 因為強哥也是在這個 司法法治委員會 他說 我要去踏踩 我得被備戰啊 為什麼呢 吳宗憲委員跟我 清晨6點50 我們就已經來到司法委員會 黃國昌也到現場了 這個在野黨宣誓決心 完成過去未能實現的 國會改革 無法建立聽證調查 藐視國會最等制度 來約束日漸東廠化 極權化的政府 強化國會的監督 打破官員把說謊 當飯吃 傲慢霸道的政治文化 今天一定要把法案送出委員會 好剛才我們也聽到了 這個很多的國民黨委員都說 我們今天就要把法案送出委員會 但是民進黨就是 在那邊跟你鬧啊 程序發言啊 發言發言不完啊 然後柯總他又指著那個 吳宗憲說 你不懂啦 你菜鳥啦 你不然就一直鬧 現在我也不知道 到底他們現在 這個最新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民進黨不斷在杯葛 到底在杯葛什麼 說穿了一件事 就是不想讓賴清德 到國會來國情報告 急問急答啦 互航啦 怕問了 周賴清德答不出來 不是很丟臉很尷尬 那另外就是藍白聯手成立的 靜電室調閱專案小組 這個現在要開始調閱一些資料 有哪些重點呢 重點包括股東結構變更的過程 NCC開會的內容 還有股東檢舉財務不透明這件事情 以及NCC處置的過程 那我有跟委員講說 你們這個靜電室調閱專案小組 是不是後面要普大使 我們中天電室也要有一個調閱小組啊 我們也受了那麼多委屈 怎麼能指這個調閱靜電室呢 中天也要調閱一下好不好 幫我們就是平反一下 讓我們可以回52台 但是話說回來 今天在這個司法法治委員會 炮火四射 然後怎麼樣 又有人跑去搶麥克風 大家猜猜看的是誰 要去搶主席台的麥克風 我們一起來看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也超時發言 主席為了消音 還一度晚起發言燈 可以嗎 還有聲音 聲音又來來 民進黨團認為要求賴清得到國會 背詢是違憲 但國民黨團怒嗆是民進黨想要護航 總統上任以後 一個月到來立法院做報告 而且幾問幾答 這完全違憲了嘛 立法院反而常常在幫行政院護航 常常在幫行政院監督在野黨 立法權該做什麼都做不到 這個才叫毀憲亂證 在黨質疑全國民選出來的總統 接受國會監督究究竟什麼是違憲 賴政府還沒上陣 但國會早已在烽火中展開工房 記者黃英俊 許國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好 剛才我們有提到 上個星期立法院的年改表決大戰 立委盧憲一他沒有出席 但是他要投反對票 民進黨立刻發函 要立法院長韓國瑜徹查到底 現在反正什麼事都跟韓國瑜有關係 那前往大陸參加少數民族交流的盧憲一 今天也現身在立法院 親自來說明 他說之前已經請假了 沒想到一個簡單的事情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是不是因為他長得跟那個丁學忠 有一點像 所以議事人員認錯人了 盧憲一自己還說 其實我忽設比較黑 但是如果口罩戴起來的話 給大家看看我們兩個長得真的很像 我出國是9號去12號的晚上回來 所以整件事情我是都不知道的 是後來有一個人打電話 然後跟我說你針對投票行為這件事情做解釋 我只有說我人在國外所以不知道 所以也沒有授權這件事 因為假設動員收到的時候 我人在那邊也趕不上 所以也不可能有授權的這件事情發生 本來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能就是有人比較 可能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是這件事情是第一個是我不知道 第二個是我有請假 所以我只能這樣子做回應 好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要來關心的是靜電視 莫名其妙他就拿到執照 莫名其妙他就可以上這個 這個郵線郵線台了 把我們中間放在哪裡 現在藍白聯手在國立國會成立的一個 調閱專案小組 最快這個星期就會有第一次的會議 但是能不能夠順利的拿到要調閱的資料呢 嘿嘿 立委啊羅志強就說 NCCC的陳耀祥一定是耍賴的啦 他一定跟你在那邊推推脫脫 絕對給你的都不是你們想要的東西 黃衛姐也說陳耀祥拖延整個小組調查的進度 其實他只是想要等到520之後 他就要趕快安全下樁 所以到底有沒有辦法把資料調閱出來呢 不曉得再看了吧 這是為什麼今天我們要審不會改革無法 事實上我過去的經驗的話 基本上他一定耍賴你不用擔心 你也不用去猜測 我直接跟你講他就會耍賴 過去我們在跟行政機關要資料的時候 他常常都是要A給B 或者是他今天你跟他要10分他給B分 基本上就能拖就拖 能少一點就少一點 能敷衍就敷衍 所以今天事的釣魚小組 我想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但是這是為什麼今天根本上 我們要推國會改革的法案 聽證調查他是有強制力的 而且他有法律責任 如果一旦違反聽證調查的義務的時候的話 相關的官員他就要受到處分 所以因此我們今天的國會改革法案 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過去行政機關 非常地傲慢跟感動 那陳曉翔是不是下台前 你該把這個爛攤子說明清楚 我覺得你不用指望他 反正基本上他就是眼皮厚 然後把心一痕 任何外面的一些批評他也不當一回事 那我們好好把制度改革做好 是最重要的 那麼我想陳曉翔應該是非常想安全下莊 那所以在整個釣魚小組的過程裡面 可能最要重視的 最要提防的就是 是不是陳曉翔會從中作梗 那麼會故意的不去提供相關的資料 去拖延整個調閱小組 他的這個這個調查的一個進度 可是如果按照就是說 司法在調查的案子裡面 就不能做行政調查 那事實上這不是就自砍這個立法院的手腳嗎 立法院本來就可以成立調閱小組 那其實會成為這個調閱小組的議題 基本上他也是高度正義 所以我覺得在行政院也好 或者NCC也好 不應該以所謂的司法程序裡面 他就不把所有相關的資料提供 這樣的話事實上只是在推卸責任而已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友好! 私會很高興! 我試試看完整個陣子 也要組了 我們對折扣